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是不幸 也算幸事 毕竟再往前走 可能是个火坑 你用几年的时光 换来的可能是一个苦涩的余生 如果能提前绕过火坑 哪怕苦点烈点也都值得 这是一个盛行仿奴的时代 成千山万的人 为了房子喜悦 为了房子争论 为了房子沮丧 是否有房 成了能否爱人的最低标准 但其实 一个人值不值得爱 值不值得托付终身 不一定非得通过巨像的房子 这三栋看似抽象的房子 才是真的千金难卖 一个人在残酷的社会中 跌跌撞撞地行走着 能让他停下脚步 心生温暖的 往往是那一缕缕在平常不过的人间烟火 就像射箭上的中国历说的那样 家 生命开始的地方 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 在同一屋檐下 我们生活 做饭 用食物凝聚家庭 慰藉家人 平淡无奇的过碗瓢盆里 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 更折射出中国式的伦理 人们成长 相爱 别离 团聚 家常美味 也是人生百味 小的时候 父母在厨房里 为我们煮出了童年百味 长大以后 爱人在厨房里 为我们煮出了婚姻生活里的三天哭了 原来 真正爱一个人 不仅会想和他一起吃好多顿饭 还会想要为他做好多顿饭 比如黄磊 打开黄磊的微博 你会发现他不像一个演阅 更像一个小饭馆里的大厨 为什么是小饭馆 而不是大酒店 原因在于 他的微博里 有着过于浓重的生活气息 今天是姐姐妹妹讲了什么有趣的事 明天是弟弟又闹了什么样的笑话 当然 更多的是为丽姐做一次又一次的饭 熟悉黄磊的人都知道 在娶了孙丽以后 黄磊再也没有让孙丽下过厨房 还记得 曾有人问黄磊 什么事情在他看来可以称之为浪漫 当时黄磊是这么回答的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就是给孙丽当一辈子黄小厨 黄磊为孙丽做的一切 让我想到川端康城的一句话 当我拥有你 无论是在百货公司买领带 还是在厨房收拾一味玉 我都觉得幸福 爱一个人 是真的会感知如意的 任何事 任何困难 只要是为了你而做 我都能够在一点点苦中 感受到很多很多铁 二 病房 如果你觉得人间疾苦 不妨去医院里走上一趟 在那里 你能看见人心的两极 最冷漠 也最滚烫 正如俗话所说 爱酒见人心 酒病也是 一个人靠不靠谱 生一场病就知道了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 邱先生与王女士 2019年经朋友介绍认识后奖列 不久后登记结婚 然而 婚后不到一个月 王女士便确诊公颈癌 躺在病房里的她 等到的不是彼时还算新婚 还正处在感情浓烈期的丈夫的照顾 而是一纸离婚协议 原来 丈夫在得知王女士的病情后 先是为其付了几万元费用 而后便以隐瞒病逝等理由 要求解除双方的夫妻关系 邱先生的所作所为 真正应了那句话 夫妻本是同利尿 大难临头客自飞 当然 也不是所有夫妻都是这样 前不久 有网友们讨论起 你说什么是爱情这个话题 在地下 有这么一张图 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图中 一位老爷爷 坐在椅子上 拿着本子认真的记录着 网友对此解释道 病菌的奶奶做手术 爷爷搬着小板凳 吵了两个小时的相关知识 什么是爱情 其实挺简单的 所谓爱情 不过是 原本的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 但因为你 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同样对病房里的爱人不离不弃的 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老爷爷 老爷爷的妻子生病住院 碍于疫情 他无法为妻子陪护 于是 他便每天在医院外的窗口下 为妻子拉手风起 而妻子则在窗口旁一边看着他 一边聆听 两人结婚47年 老爷爷曾为妻子演奏过无数次手风起 但这样的演奏 相比以往的很多次 一定是最特殊 也是最浪漫的 这一瞬间 想到车站里写的 事实上 车站比婚礼现场 见证了更多的真挚结吻 医院的墙壁 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 我爱你 所以我诚心祷告 都希望你一生平安喜乐 无病无忧 也许你听不到 但上帝一定能 真爱一个人 是会把他请进你的心房 然后上锁 别人进不来 他也出不去 从此以后 一个世界 两个人 很多年前 杨宗伟在舞台上 唱着最爱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 就让医生只为这段情 医生只爱一个人 医生只怀一种愁 医生只爱一个人 唱得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但艰难 携手 并不代表这种爱情不存在 世人余光中 爱一个人 一爱就爱了六十多年 余光中和妻子 伴我存 相爱于乱世 彼时 他是诗人 而他 就是他最忠实的读者 在那个时代 父母之夜 依然对婚姻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即便如此 两人依旧不顾 父母的反对 在相恋六年后 依然决然不如 婚姻的殿堂 婚后 余光中继续他的创作 不问世事 而范我存 则负责其家庭里的各种琐碎 以及每天在固定时间 催他休息睡觉 范我存不求回报 心甘情愿的付出 余光中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所以 也就有了那句流传颇广 写给范我存的情信 不要问我心里有没有你 我余光中都是你 这样相濡以默的生活 已过就是六十载 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 余光中一白发脏脏 犯我存言满头白发 那一天 余光中在某个演讲上 讲到相丑 大家都知道我的相丑 记得第二段里 长大后 想仇视一张宅宅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吧 今天 我的新娘也一起来了 听到这句话 台下的妻子范我存 露出了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一如以前的很多次 诗人总问 什么是爱 爱其实是一座新房 这一座新房给了你 就给不了别人了 我们常常会说 感情想要稳定 离不开贪钱 贪房子 但钱和房子 更多时候是保证 是底气 比起这些 有的人更加渴望的 是用钱和房子 都买不到的亲密关系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